在明天的这个书中 其实我写的那一部分是属于文革后史 实际上是文革以后 我们中国人怎么反思这段的意思 那漫长时间 其实我应该也是摆在最后的 但是因为我像我一样走 就讲一句 不好意思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文革 实际上就是中国改革的前提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 估计中国就不会有改革 这个文革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罕见的 即使在共产党的政治中也是很罕见的 因为它搞来搞去 等于把全国人民都得罪了 既等了当权派 也等了造反派 既等了狗仔子 也等了红二代 既等了汉族 也等了少数民族 既等了左派 也等了右派 像那个陈云那样的计划经济的 那个铁杆支持的也被打了 那当然走自动嘴巴 物理就更不用说了 想搞市场经济的 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 否定文革 我们和现在是 每个先民对比 那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中国人没有 没有人不主张反文革的 现在在文革问题上 中国分裂成这个样子 那是三十年间 我们根本是不可能想到的 那个时候美国人 不讨厌文革 但是怎么反思 这个话语权还是很重要的 因此 这个反思文革啊 就成了一个 大家都同意反思文革 但是那个反思的角度 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 我觉得从最基本的 那个分野出发嘛 对这个体制 实际上也是导致了 文革的这个体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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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的 当然我讲的反对的 不是指就是马上要采取 什么激进的 但 讲的简单的 就是说是认为这个体制 是要改变的 是吧 主张改变这个体制的 和主张维护这个体制的 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一个坐标 是吧 然后 赞成文革的 和反对文革的 把它 肯定文革的 和否定文革的 把它也作为另外一个坐标的话 那就可以构成一个 四个向线 是吧 那么我觉得这四个向线 基本上就可以用来描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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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文革时代中国人的 反思过程 是吧 那么 文革这个事情呢 它 有趣就有趣 但 同样持 维护体制立场的人 对文革有截然不同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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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 批判这个体制 否定这个体制的人 对文革也有 那个 非常不同的 评价 那么 第一种 看法 我把它叫做 维护体制的肯定 是吧 比如说体制内的 像那个 九十年代初 在海外就 刚刚有网络的时候 就很活跃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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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住在加拿大的 李宪源先生 是吧 那么在 那几次内的 就是那些 就是写了几个 万言书的 什么 马斌先生 他们这些人 这些人 呃 基本上就是典型的 是 毛派立场 是吧 讲的话 基本上是文革时候的 那个话语 是吧 在整体上 他们是认同 1949年以前的革命感 是吧 而且 在1949年以后 建立的体制的前提下 他肯定文革是一种 继续革命的 伟大创举 那就是为了保卫这个体制 永不变色 是吧 呃 保证红色江山 为 呃 修正主义所改变 因此他们对改革 是持否定态度的 这些人 呃 中国的老百姓 有一句 最简单的说法 说这些人是反邓私毛的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 反对邓小平 呃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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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怀念毛泽东的 是吧 那么这些人呢 其实在 呃 我前面已经讲过 由于中国 由于文革的这种 呃 我用了一个名词叫做 互怕内陀改变的这个性质 呃 大家学经济学人可能知道 怕内陀改变指 就是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 没有人吃亏的 是吧 主要好处是有人多一点 有人少一点 呃 文革恰恰想法 文革是 所有的人都吃了亏的 呃 呃 呃 四人帮啊什么 那极少数人大概没有吃亏 是吧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在中国 呃文革的吃亏面是最大的 我在历史 两千年的历史上 大概只有往往 往往变化 大概可以和文革相提 平衡就对了一切人 是吧 就是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么因此 呃 这种 这种论调啊 在 八十年代 应该说在国内是没有的 因为国内当时 不管是上上下下 都反文革 是吧 那么这个 呃 这些观点 呃 最早是在海外形成的 在海外 有一些就是像李建源那样的人 但他当时也没有自动 呃 也还没有出来了 最早是呃 海外的一些毛派 就是外国的一些 在文革期间就曾经支持过文革的一些 呃 一些国外的极左派 是吧 比如说那个美国的呃 阿巴基安 那这样的人 是吧 那么这些人呃 他们在八十年代曾经施语过一段时间 因为从高度评价文革 但是后来 这个改革呃 八十年代介入的文革 那些黑暗里面 他们是无以回应的 因为他们又不是中国人 是吧 在中国 中国国内一片那种 呃 讨伐文革的声音 他们 作为一个外国人 他们基本上是哑的 是吧 但是过了二十年以后 由于改革 中产生了很多问题 是吧 尤其是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 应该说是得罪了很多人的 是吧 那么国企改革使得这个 改革过程不再是一个 判断所改进 是吧 呃 有的吃亏 有的得益 那那个吃亏的人 当然就会产生一些 抱怨 是吧 而且老师说 随着时间的黑暗 这种抱怨的声音 就越来越大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因为 一个原因是因为 长期以来不讲文革的真相 过了三十年 当年是怎么回事 现在新一代的人 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第二就是 对现实的不满 是吧 那么对现实的不满 用俄国的一句话 就是那个 那个死的人都算好的了 是吧 就是 就容易把过去给浪漫化 那么这种声音 就开始从 从那个 那个海外 传到 呃 内地 是吧 以那个什么 几个万年书为代表 是吧 那么 这种观点呢 如果说的复杂 那套意识形态语言 现在没有什么 老百姓能够听得懂 但是他们讲的 最通俗的一句话 就是文革 就是毛主席 支持老百姓 反官僚 是吧 这句话是谁都听得懂的 是吧 那么一讲毛主席 大家知道毛主席支持反官僚 反官僚的就是盗反派 那么那个 那个那个官僚 就是董事派 是吧 那么 这个官 这种说法 在现在越来越 有影响 很重要的就是 现在的中国老百姓 对官僚是 也是很不满 而且要说 这个不满 要比过去 要要要要要 要强烈的多了 而且中国现在搞得 是市场经济 呃 有人说 这叫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是吧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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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法 当然也就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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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容易使人产生联想 但是我觉得 这个影响 之所以造成那么大的 呃 后果 还是和 八十年代 否定文革时代的一种 呃 一种 一种话语 有词节的关系 因为八十年代 虽然 呃 那个时候 否定文革 是一个主流话语 是吧 但是主流话语中 最响亮的一种声音呢 在事实判断上 和我刚才讲的 呃 这前一种声音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他们都认为 文革就是老百姓反反押 只不过 八十年代 认为这个反是不对的 是吧 老百姓犯上作乱 这来了得嘛 就是应该把他们打下去 是吧 那么但是到了 现在这些人就说 哎呃 老百姓反反押 很好嘛 就是 所以 呃 正是因为八十年代的那个否定文革 否定文革是应该的 是吧 但是这个否定文革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个否定文革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去否定文革的 是吧 因此对文革中当权派受到的冲击 被放大得很厉害 而对冲击当权派的那些人又被丑化得很厉害 是吧 几乎文革的一切灾难都被摘在他们头上 是吧 那么你当初这样讲 你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文革好像真的就是老百姓很开心 那个当权派很受难 是吧 那么到了现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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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对现实越来越不满 觉得这个当权派真的是到处都是贪官污吏 是吧 那如果再搞一次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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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怎么当当官呢 那不是挺好吗 是吧 因此这个这个非常吊诡的就是 当年否定文革中的这种声音好像就变成了 今天肯定文革的一种那个背书 是吧 那么这种体制内体制型的否定 就是为了汉内体制而否定 应该说是八十年代的一个主流 但是这个主流程度也是有不同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当然是一种陈云式的否定 是吧 这里我要讲 陈云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保守派 但是在否定文革和当年批判凡事派这个问题上 其实他是存在前途的 甚至有在2008年那个三中全会30周年的很多当事人的混义中 认为陈云在那个三中全会上放炮要比那个要比邓要更激进 是吧 那么陈云当然非常反感文革 是吧 反感文革的原因各种各样 是吧 比如说在经济上陈云是个原教旨的计划经济主义 他就是很反对那个大翁大翁的 是吧 他就强调那个苏联式的计划经济 所以说你说毛要反修正主义 是吧 我觉得在中国如果说修正主义就是苏联那一套的话 那么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者应该不是刘少奇了 应该是陈云 是吧 那么他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对计划经济 其实就是对官僚的冲击 是吧 这个陈云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是耿耿于怀的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是老百姓犯上作乱 那坚决就要镇压 是吧 这个这个没有问题 而且所有的灾难就是因为老百姓反官僚 是吧 那么这种体制型的否定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他是集中否定 集中骂造反派 是吧 就是文革中所有的一些坏事都是造反派做的 是吧 那么这个当官呢 从来都是受难者 是吧 就这样的这个观点呢 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表现在对那个 就是那个文革中的所谓的老豹 文革中的所谓的当权派 镇压老百姓的大量的事实 而且可以说几乎是铺天盖地的事实 当时基本上是采取 视而不见的态度 是吧 那么我们知道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文革以后不是有清查 清查那个 芥皮茶嘛 是吧 芥皮茶提到所谓的三种人 其中三种人有一种就是打打打抢分子 就是文革中有暴力罪行的人 那么一讲有暴力罪行的人 是吧 大家就提着都会想起什么红八月啊 什么那个那个殿中云事件啊 当然更不用说后来在镇压造反派过程中出现的那个 比如说广西的大屠杀等等等等 这些事情都不是镇压 这些事情都不是造反派干的 恰恰相反 有很多就是镇压造反派 所以都是屠杀造反派的 是吧 那这些事情该怎么办呢 是吧 这些事情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时接壁茶的时候很多人就说 那北京的红八月要不要追究 一追究就追究到那些所谓的老红卫兵头上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位著名的老红卫兵就给上面写信 说说有人想把水搞混 是吧 那个那个 然后陈军就写了一个很有名的批示 说这个这个 一定要搞清楚 说这个当然这是我的解释了 就是这个接壁茶就是接壁茶老卫兴 是吧 我们的牙内门是要保护的 是吧 这个牙内门打死再多的人也是不能追究的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还有一句原话说 这些人不仅不能作为接壁茶的对象 好就还要列入接班人的那个那个 那个第三期对 是吧 那这么一来我觉得就是反用了这个 以他为代表的这些人 是吧 他们对反思文革 当然这里实事求是的我要讲 因为当年全国人民都是要反文革的 所以他这个说法虽然带有当权派的那种 利益本费的偏向 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太反感 是吧 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在骂文革嘛 当时中国当老百姓 当时很多人说当时的中国有一种改革共识 我觉得改革共识从来是没有过的 因为中国最终走到哪里去 当时人们并没有想过 如果说有什么共识的话 就是走出文革的共识 是吧 这是上上下下都是有的 因为有这个共识所以大家也不太在乎 这个很细的分歧 但是在当时的这个当权派中 应该说像彭云那样非常清楚的 把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的子弟是要保护的 是吧 那个坏的就是我违信 是吧 这个还是不多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 他们有这种倾向 比如说我认为邓小平就基本上是 对文革中活跃的那些人 其实都没有好感 他基本上是对 不管是老保也好 赵凡太也好 反正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 他都是不以为然的 他也没有强烈的要自己子弟接班的形象 他在邓时代更多的是让子弟去经商 那么那个时代我们也知道 这些人师徒也不是很顺畅 那么他当然就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 而胡和赵这两个人 应该说在对文革的态度上就更开明 他们更多的是把文革当作一个制度的问题 而不是当作个人的问题的 所以胡赵这两个人 当然对那个红二代也是比较宽厚的 实际上他们对一些造反派也是比较宽厚的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 那个对文革反思比较深的一些造反派 其实跟这两个人关系都还可以 都认为他们是比较讲道理的 而且在这个期间 还有一件事以广西为代表的 就是为造反派平反的事 因为老师说 如果你说文革要就正冤假出案 在广西那样的当权派 从来没有倒过台的那样的地方 你要你就不被丢冤假出案 要你被丢就是要被造反派的那个平反 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下 这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事 因为当时否定文革 其实其中就是否定了造反派 但是广西的文革又是屠杀造反派的 那结果后来经过斗争 这个广西的处疑 一直到1988年才最后结束 1983年经过反反复复的斗争 1983年启动 到1988年结束 结束了以后揭露出来的事情 那真的是害人经文 但是当初怎么解释这个事呢 当初解释还是说 这个事情是造反派的 最后就把老保 给他们扣了一个帽子 叫做造反派 其实这些人杀人放火 那的确是无恶不作 后来受到审罚也是应该 但是给他们扣个造反派的帽子 我觉得的确是有点阅谋 他们其实都是 那个鱼林军了 那么这样否定文革 它后来导致了一个副作用 就是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是绝不允许挑战当权派 绝不允许媒体上层既得利益的事情再发生 因此反思文革的结论 就是要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民主因素 那么文革的混乱经常被他们看作是民主的罪过 并且用来作为反对中国民主化的最重要的论据 比如说为了反思文革 就要取消言论自由 取消所谓的四大 其实四大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 但是取消四大毫无疑问是压缩了言论自由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像这种赤裸裸的为当权派辩护的这种否定方式 到了后来其实我觉得他们自己也觉得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 因为你越说文革是老百姓狂欢当权派受难的那样一种场景 那现代的老百姓就越觉得文革很美妙的时候 一直讲来讲去他们自己就不好意思讲了 那么因此他们就觉得现在他们讲也觉得很麻烦 于是他们就不讲了 那么他们不讲是可以 但是他们搞的那个事实判断还留下来 就成为现在毛主肯定文革的一个理由 就是你看文革不就是老百姓反官了吗 那是好呀 那么像这样的事情他们不讲了 那么这个毛主的话语就成了解释文革一种官方可以云 至少不那么排斥的一种第二种声音 那么这两种声音当然会导致另外两种否定文 另外两种声音的不满 那么就是 那就出现了另外两种相反的声音 第三种声音就是在反体制的立场上肯定文革的 那么这些人最有名的一种观点就是所谓的人民文革论了 那么这些人主要是一些原来有造反派经历 后来在海外成了现代民主派的一些人 那么他们把他们现在的思想和当年的思想就挂起勾来 说他们当年文革的时候就有民主的思想 而且认为这个文革似乎还是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前身 讲得极端一点就是他们几乎把文革解释成团结工会了 当然他们也这些人因为也是反对毛泽东的 因此他们当然是否定毛泽东 所以他们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文革有两种 一种是毛泽东搞的叫毛氏文革 他们也是要反对的 就是通过权力作种政敌 但是他们说老百姓借毛孔习文革的这个旗号 做了自己的事情 他们自己要反官僚 他们不是奉旨造反而是戒旨造反 因此他们说这叫人民文革 这是应该肯定的 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到这个文革的社会学背景 社会学背景我觉得当然应该说文革中的造反 如果说这个十七年没有其中一条什么矛盾 紧紧平毛泽东一句话就闹得那么天翻地覆 而且毛泽东自己后来享受都很难 这当然大概也是不可想象的 研究文革的社会学背景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尤其是在造反派始终是处于被镇压的状态下 造反派还能闹得那么大 比如说像我们广西这样 那这个问题当然就更值得研究 但是我觉得即使我们肯定文革中的造反 在社会学义上有一些 当然这个比重我们是可以去分析的 词言有限我这里不能多讲 但是我就这里说 即使按照他们的说法 文革中从社会学的角度讲 的确有底层老百姓抗争的这种成分 那么这种社会学义上的抗争成分 能不能推出思想史义上的民主思想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老师说老百姓抗争不一定是和现代思想有关的 比如说那水浒传中讲的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宋江朝盖 他们也是官闭民法 也值得同情 但是你说他们就是现代民主派 这就很难说了 实际上当时造反派 即使的确是来自民间的 带有那种受十七年的体制之害 要追求讨一些公正的那些人 我觉得他们也未见得有所谓的民主意识 如果他们长了权 那估计 当然事实上像这样的人一般来讲 在文革期间都从来都没有得识过的 但是如果他们得了识 是不是就会导出一个民主制度 当然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了 但是不管怎样 这是一种声音 这是一种反体制的肯定文革的声音 叫做人民文革论 那么第四种声音也是在批判体制的基础上 但是他对文革是只否定态度的 那么这个应该说 是在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派的老干部中是很流行的 最近已经被整肃了的阎王在谈到文革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这种批判文革的立场 其实是和批判文革 文革前17年的一些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认为文革是17年体制弊病的一个极端放大的一个结果 这种观点其实也注意到17年的社会矛盾 但是更强调文革的意识形态起因 基本上也是把文革视为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地和团式的奉旨造反 更强调的是他的极左的原教旨主义的狂潮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应该说 这个戒旨造反和奉旨造反这个关系上 我觉得应该分三个城市讲 第一就是文革开始的时候的那些建民 就是17年的时候居于弱势地位的那些人 在后来形成两派的时候 我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 要么他们就根本不关心这个事 如果他们关心 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偏向于图形造反派的 这恐怕是一个事实 而且是个相当普遍的 但是反过来讲 造反派支持不支持他们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认为造反派当时基本上意识形态还是很正宗的 尽量要跟他们划行界限的 如果造反派要成立组织 选领导人还是尽可能地选这些 什么更正苗红 就是不愿意站他们那边的 只有在造反派实在被逼的走投不路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跟他们一起做困兽之斗 像广西斯二后来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其实不是的 但是造反派和这些人的关系 又有第三层次的问题就被强化了 这就是当选派和劳保 都是把他们绑在一起的 是吧 那个当选派和所谓的劳保 这个我们现在经常用保守派这个名称 其实在 其实在那个 那个二月 二月逆流被 否定 以前的 这一段时间 基本上当时 一般讲的是保皇派 是吧 那么后来第二次 批评保守倾向 是吧 也就是那个 那个武汉720 打到高峰的那次 才用了比较缓和的一种语气 叫做 叫做 叫做保守派 后来又有一段时间 连保守都不提了 就变成是 有很微妙的差别 就中央要肯定的叫做 革命造反派组织 如果不肯定 就把它叫做群众组织 前面也没有加保守两个组织 是吧 但是还有一种微妙的贬义 是吧 总而言之 对保守的这个 这个贬义是逐渐逐渐是 是是是 是越来越低调的 是吧 那么这个所谓的老保 是吧 那么 那么 这个这个 呃 总而言之吧 现在时间也不够了 就是就是这个 呃 这个四种 呃 这种文革话语啊 它的那个 一次演进啊 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 实际上也是涉及到 文革这件事情 对中国 以后的三十年的一种 长时期的影响 这个影响其实现在也远远还没有结束 对吧 所以它也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分析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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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